同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 中央統戰部部長嚴明福 若請知識分子滑船 嚴家琦 大晴 包裝索等 到廣場宣讀了 我們對今天局勢的緊急呼籲 並勸說學生停止絕食 但是未果 凌晨兩點半 李鐵影 李石銘 陳希同等 到天安門廣場 勸學生復課 騰李鐵影 嚴明福 慧見恒 等再與三十余所高校學生對話 但是未有成果 五月十五日 學生發動北京大遊行 長安街交通坦亂 被鐵前門袖封閉 遊行口號開始針對趙紫陽 李鐵和當時教育部長何東昌 輿論也逐漸同情學生 中央電視台每日轉播天安門廣場的情況 人民日報也不斷報道事件 在五月十五日當日 蘇共中央總書記 戈爾巴喬夫中午訪問北京 由於廣場上的學生仍然在絕食 歡迎儀式 臨時要儀私到首都機場舉行 原定在北京市區的活動也需要取消 由於靜座絕食的學生 和大量群眾在天安門廣場聚集 原定戈爾巴喬夫 向人民英雄紀念悲獻花也需要取消 五月十六日 數十萬北京各界群眾 湧向天安門廣場 聲援絕食學生 中共中央書記 全書記 中央統戰部部長嚴明局 在學生前往 改革需要你們進行下去 你們要愛護自己 等待正義的裁判的這一天就要到來 我請求你們 我可以和你們一起靜坐 請求你們愛惜自己 然而學生未有理會勸告 在五月十六日當晚 趙紫陽在人民大會堂 接見了戈爾巴喬夫 當時趙紫陽跟記者說 我告訴你們一個秘密 在十三屆一中全會 會有一個正式的決定 雖然這個決定沒有公佈 但是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決定 就是說 我們在最重要的問題上 是需要由他去掌陀的 五月十七日 在北京 有上百萬人參加聲援絕食學生的遊行 北京學生開始打出 針對鄧小平的標語 例如小平糊塗 而參加遊行的人中 仍有人打起政府部門的旗號 外交部 郵電部 郵電部 國家體委 中宣部 國家教委 國中央 中央 黨校 侯視雜誌等單位 都有各部參加遊行 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 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發表聲明 肯定 學運是外國 呼籲同學 其子絕食 並聲言 絕不秋後算帳 嚴家琪 包張遜 發表了517宣言 指中國當時所出現的問題 是由於獨裁者掌握了無限的權力 政府喪失了自己的責任 喪失了人生 他們有形容 鄧小平 是一位沒有皇帝投行的皇帝 一位連敗分庸的獨裁者 並要求 推翻426社略 結束老人政治 國財者必須辭職 發動知識民主簽名 同一 丁宋 艾青 夏遣 錢中書 銅牧 沙兵 等等三十多位座家 向中央緊急呼籲 要求中央和學生對話 同時肯定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